说张冰冰是杨幂手下最会演戏的男演员 毫不夸张 杨幂演暴风演都点名让他做自己的男主 可见嘉行太子爷的称号不是空穴来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张冰冰饰演的离境被大家熟知 虽然演的是花心渣男 但网友评论却出其一致的一边倒 渣男这么帅一定是有苦衷的吧 很多冰冰的言分表示帅已经足够了 但张冰冰超有志气 必须人帅戏好 看过思藤的大概都懂 他的表情丰富 把握情绪精准 为什么现在的顶流都想立一个搞笑人设 因为搞笑滤镜堪称万能挡箭牌 由搞笑滤镜加持绯闻八卦的杀伤力 立刻减半 像沈腾贾灵等一众喜剧人 不管是被爆出什么离谱传闻 辟谣都不用 舆论第一个不信 张冰冰就属于憨憨搞笑型 作为百搭的女主挂架 女王的忠诚狗狗 深情温暖的千年男二 冰冰的无辜脸撒娇脸 圈粉无数 和景天演完思藤 俩人积极售后 这不被景天抽成陀螺的名场面 就在热搜上待了两天 放放子还喜提对应狗狗全套表情包 采访时冰冰谈起一考 称本来要考中戏 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 要先线上报名 委屈巴巴的冰冰在学校门口 买了一个鸡蛋罐饼 一边吃一边哭 直到鸡蛋罐饼被眼泪咽到不能吃 对不起虽然很惨 但是怎么这么搞笑 希望冰冰继续保持憨含气质 路人员一定疯狂上涨 张冰冰虽然演的配角比较多 但却没有一个角色是完全重合的类型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 她是懦弱又多情的一族二公子 在《寂寞空庭春雨晚》里 是个心思细腻温柔悲情的纳兰荣诺 在《思藤》里是忠厚老实的傻白甜 即便有些剧再烂 角色再美个性 张冰冰都能成为仅存的看点 她用演技证明了 高冷不等于面瘫 男二也不一定是配事 但还是希望烂剧不要再找张冰冰来挽尊了 她完全值得更好的资源 看我 看我 看我